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罗伯特·伍德 周四向安理会表示 美国收到情报表明 目前在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 有8000名朝鲜士兵 伍德说 我非常尊重地向我的俄罗斯同事提问 俄罗斯是否仍然坚持认为 俄罗斯境内没有朝鲜军队 他指的是朝鲜的正式名称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当时俄罗斯在安理会15个成员国中的代表 没有回应伍德 莫斯科既没有否认 也没有直接证实朝鲜军队的存在 在最初否认之后 朝鲜此后一直为部署军队的想法辩护 称这符合国际法 2022年2月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今年8月 乌克兰军队攻入俄罗斯边境地区库尔斯克 并继续占领该地区的领土 美国 英国 韩国 乌克兰等国指责俄罗斯向朝鲜部署军队 违反了联合国决议和联合国宪章 长期以来 朝鲜一直受到联合国制裁 旨在阻止平壤发展核武器和弹道导弹 乌克兰周三公布了三名朝鲜将军的姓名 据称这些将军正陪同朝鲜军队前往俄罗斯 周四 美国和中国在安理会也发生冲突 原因是华盛顿指责北京为俄罗斯国防工业基础提供大规模支持 伍德说 当中国允许俄罗斯发动欧洲几十年来最大的战争时 他就不能令人信服地宣称自己是和平代言人 中国对俄罗斯的支持是决定性的 中国的支持正在延长战争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大使耿爽表示 中国没有向乌克兰冲突任何一方提供武器 并严格按照全球规则对军民两用物项进行管理 他说 我们反对美方在乌克兰问题上对中国进行抹黑 并在这一问题上对中国企业和实体实施长臂管辖和制裁 美国周三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十多个国家的近400个实体和个人实施制裁 以反制其逃避美国针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而采取的制裁措施 应俄罗斯的要求 联合国安理会15个成员国周四举行会议 讨论西方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问题